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半小时的上课时间 你不可能全让他就颠球 拖球就完了吗 那可能家长也会觉得 你这是不是在忽悠我是吧 在跟我交不出东西来 那这个过程完了以后呢 你可以开始跟他讲怎么站位 基本的一个基础站位 这种供求的站位是怎么样的 左脚在前右脚靠后对吧 然后大概的给他一个支持 从这里到这里 这是我们正手攻球 这个会拍的一个动作 那小孩也会看 首先教练来打几个球 你看看 如果你没有发球机的话呢 你就这种自抛自打 对吧 比如说我们把球打过去 你就这样 你不是没有发球机吗 你可以这样自抛自打的 把球打过去 然后你们想不想来体验一下 我们把球这样打上台的感觉呢 那小孩肯定就会来体验 这个时候你不要求他 就说这个动作做得这么标准 虽然你做了一个大概的示范 你先做一个大概的徒手挥拍的示范 那么小孩呢会有一个第一印象 就是任何人类 他会把第一个动作记得比较深 你就稍微地做几个动作 他就会产生一个潜意识上面的记忆 然后他刚一上来 他是想体验 这小孩的一个这种探索未知的 这种 每个人都会有 是吧 小孩探索未知的这种兴趣 好 他来了以后呢 你就跟他对着玩 每个人上台打几个球 小孩一上来 肯定就是什么动作呢 不用想 就是抛过去的 你把球打过去以后 他可能拿着拍子 随便拿着 然后这样抛过来 这个没有关系 你不用一开始就去强调 你不能这样打 这个握拍不对啊 他刚开始上台的目的是 让他对球 这个弹性 球弹过台的这种来回 产生一个球感 一个认识 他知道 球落到我的球台以后 我打过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吧 所以就是给他玩 他抛过去也好 这种抬过去也好 都无所谓 玩几个球以后呢 教练就会说 这有没有意思啊 是不是很好玩呢 打过来 然后四个小孩都体验过了以后 你开始说 你想不想像教练一样的 把这个球打得这么漂亮 是吧 这个这么好看 小孩说我想 那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教练就说 那么我现在来教你 怎么样做这个 正确的知识和动作 大家先来看一下我的动作 进行模仿 其实小孩天生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 你没有必要刻意地去跟他讲 你这个拍子啊 一定要从正手工球 要多少度到多少度 对吧 你的腰要怎么转 这些都不用说 可以说是说了也是废话 小孩听不懂 什么叫转腰 他都不知道腰在哪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你做点动作 让他来跟着你后面模仿 比如说小孩站在后面 后面站一个 这两面站一个 然后你做动作 大家跟着我一起学 你就让他学就行了 学着做几个动作 经过了这几次以后呢 然后再来玩游戏 你不能说我 这已经教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吧 比如说这个做动作的 跟着我一起做这个过程 又去了二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以后 小孩又会觉得很无聊 又重复性地干一件事情 你说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 玩游戏怎么样呢 让两个小孩 比如说你站在这一边 小孩站对面 我们来玩推球的游戏 因为推球的游戏呢 就是让他的拍子和球 包括球台产生一定的这种关联性 把这个球这样推过去 然后呢 你把球推过去了以后 让他也这样推过来 两个人就这样推过去 推过来 推过去 推过来 也是玩游戏这种方法 好 那今天就稍微的点一下 关于启蒙的一些简单的技巧 如果展开去讲的话 可能两三个小时都讲不完 后续呢 我们会拍就是比较完整的 可以叫全民学乒乓起蒙篇 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培养小孩的兴趣 如何去教小朋友打球 如何去发现好的苗子 如何进行训练 如何制定训练方法和训练技巧 好 我们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零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 请打开微信 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进行提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